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鞠 欢迎继续收听《武恋巅峰》 第3760世纪 参悟时空之力 杨开小半年前离开的时候悄无声息 不过虚空帝高层却是知道他的动向的 也知道他去了黑月找鸾白凤 还好 杨开点点头微笑道 带回来不少好东西 莫眉眼前一亮笑道 宗主亲自出马果然手道进来 也是运气不错 杨开白白手 说说兴世这边的 你如何判断能有三成留下来 说起正事 莫眉的神色已严肃起来 兴世中的商家固然有畏惧左权辉和千鹤福帝的威名 不看好我虚空帝 但既是商家 总有追逐利益的本能 所以总归还是会有一些大胆之人会留下观望局势 再者说 兴世中入住的商家也未必全都畏惧左权辉 还有几家是不会将他放在眼中的 比如阴阳天的道场和修罗天的修罗场 杨开微微汗手 这两家背后都是动天级别的势力 确实不必在乎一个左权辉 我虚空兴世能崛起 所依仗的乃是天元症印丹 只要咱们有此灵丹出手 总有人会留下来的 三成只是我的估计 算不得准 莫眉微微一笑 不过想来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但这么多商家离开 对兴世人气确实有很大的冲击 在与左权辉的争斗结束之前 想要保持以前的人气 是万万不可能了 无妨 兴世虽然是我虚空帝的根基 但这几年也积攒了不少物资 短时间内是够用的 只要打赢了这一场 兴世的人气早晚会恢复过了 嗯 宗主所言甚是 莫眉点头 之前二总管也召集我等说过此事 以虚空帝如今的积累来看 三五年是不用发愁的 三五年 杨开微微汗手 他这次带回来的十人 仅升六平所需的物资 若是大帝们努努力 三五年之后 规避不能隐身 到时候自然有资格 与左权辉一争长短 宗主 我有一个想法 莫眉望着他 你说 之前兴世中入住的商家 基本上都是与我们签了年数不等的合约 租借兴世中的店铺 如今他们主动离去 那合约自然也就作废了 这一下子会多出来很多闲置的商铺和店面 杨开点头道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你有什么解决办法 莫眉笑道 闲置的店铺 我自然无法解决 不过 针对那些愿意留下来的商家 咱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优惠和便利 比如说 减少一些租金和税收 好歹也让他们知道 我们虚空地不是什么万恩负义之辈 杨开略一沉浸 同意道 这个想法不错 另外 将所有离去的商家都统计下了 他们日后若是还想再回到兴市 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租金和税收 这 会不会不太好 杨开耻笑 兴市是我虚空地的 他们愿来便来 不愿来也没人勉强他们 没什么不好 每一个大型兴市 都是寸土寸金的 等闲市里 想在其中租宁 以一家位置不错的商铺 是很难的 虚空兴市 有大型兴市的资格 扩建数次 才有今日的规模 以往那些商家 贵了一间好店铺 每每都争得 头破血流 如今 虚空地遭遇外患 那些商家 自有离去的自由 但想要再回来 那就得看 虚空地的脸色了 墨眉明嘴一笑 你是宗主 你说了算 那我这就让人去统计去 杨开点点头 去吧 待墨眉离去 杨开又转头 看向金元朗 得要离去的 不必苟责 全都放行 早晚有一天 他们还是要回来的 金元朗抱拳道 属下领命 兴世这边 如今 虽然局面不算平稳 不过 也无需太过在意 外来威胁来临之下 每个人都有 明哲保身的本能 起身 走出外面 杨开跳往虚空 这一场争斗 才刚刚开始啊 整个虚空地的氛围 都极为凝肃 所有人 都在拼命休息 以期在未来的大战中 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对虚空地底层弟子来说 这是一场决定虚空地命运 而且随时可能爆发出来的大战 他们固然修为不高 但也愿意为了虚空地 抛洒自己的热血 杨开辛辛苦苦 将他们从星界中带出来 让他们见识到了 乾坤之外的广袤世界 和五彩缤纷 让他们有了落脚之地 和安稳的修行环境 如今 却有人要来破坏这一切 没人答应 想要这么做的 必须得踏过他们的尸骨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一个月过去之后 一切风平浪静 两个月 三个月依然如此 不过 这也震恨了虚空地 弟子们的心意 他们巴不得 有更多的时间来修行 虽然如今分配到手上的物资 越来越少了 兴市的人气被冲击 每一天 都有大量商家离去 如今虚空兴市 再不负王日熙熙攘攘的热闹情景 走进兴市内 人流稀疏 大部分店铺 都大门紧闭 数月时间 建筑虚空地的商家 流失七成之多 比莫梅当初估计的 还要高一些 人气流失 商家离去 就意味着 兴市的收入大幅度减少 聚拢修行物资的速度变慢 虽然这几年 兴市给虚空地积累了不少财富 但也支撑不了几年时间 为成元气 身为虚空地二总管 掌管物资大权的变域情 自然有意将手中的物资 列作清洗 大量物资优先输送给 那些有望在短时间内 晋升开天者 比如诸位大帝和伪帝们 如今引来 底层的弟子们 分配到的资源 自然就少了许多 杨开从黑夜 带回来的上万份资源 也冲进了虚空地的宝库之中 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未来物资的紧张 尤其是那可供 食人晋升的六品 阴阳属性资源 让便宇情又惊又喜 算上虚空地原本有的三分 如今虚空地的物资 足可供给十三人 晋升六品 可以预见 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内 虚空地将会多出 十几位六品开天 更不要说 黑夜那边 依然在持续开采着 杨开花费好大力气 带回去的半颗矿星 在未来的两三年内 并也有不少的收获 或许等黑狱中的矿奴们 将那半颗矿星开采完 虚空地的物资方面的情况 会得到极大的改善 左穷辉一直按兵不动 数月下来 根本没有攻打虚空地的意图 愈发让杨开确定了 他想要跟虚空地 打持久战的打算 这正是杨开希望看到的 虚空地绝起时日尚短 如今最缺的便是时间 弟子们成长需要时间 大地们晋升同样需要时间 等线情况下 一个势力遭遇这种局面 绝对会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 星室人气萧条 没了资源尽限 坐吃山空 早晚有一天 资源会消耗得一干二净 到时候就必须得想办法 外出寻觅修行资源 这个时间可能是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乃至五十年 左穷辉耗得起 开天敬古者 寿命悠长 即便是百年 也不过弹指一瞬间而已 更不要说 针对虚空地 这样一个新崛起的势力 在左穷辉的预算中 顶多五年时间 虚空地必定要财力空虚 到时候没了资源修行 虚空地中人 定然是人心混散 随他柔捏 所以 他根本不需要封锁 所有进入虚空狱的狱门 只需要摆出个姿态 放出一些消息 就可以切断 虚空地的财力来源 让虚空地如作真真 这样一个计划 对任何一个二等势力 都行得通 左穷辉若是用这种方法 来对付天剑蒙 天剑蒙也撑不住的 这就是尚柄开天的威势 一人之力可敌问 然而虚空地 毕竟不是等贤的二等势力 这也是左穷辉不曾料到的 性宫中 扬开盆析而坐 一边炼化开天丹 一边参悟时宫之力的玄妙 身后引有大日和圆月交错之计 日月神轮是他在 晋升开天境之后 才参悟的神通 但就微能来说 或许比起金屋驻日 也强不了多少 但那全新的时空之力 却是神妙非常 即便是他自己 至今也只触摸了皮毛 如果将神通 比作神兵界的神兵的话 金屋驻日 无疑是一件顶级的神兵 统在人身上 那绝对是一统一个窟窿 日月神轮同样有神兵的层次 但与金屋驻日不同 日月神轮这件神兵上 脆了剧毒 不但能捅人一个窟窿 还能见血封猴 这样一来 威力自然就大了许多 他晋升六品 开天时间不长 而且是因为服用了世界果晋升的 固然在那刚风神通 和小元界中 获得了极大的好处 提升了自身的底蕴 比等线六品要强大得多 但距离晋升七品 还是有些遥远的 不晋升七品 就没办法与左拳辉一较长度 而如今杨开手中 唯一能威胁到左拳辉的 便是日月神轮这一道神通了 在这一点上 金屋驻日也无法相提并论 若有朝一日 与左拳辉彻底开战 那唯有他才能对抗左拳辉 日月神轮就显得至关重要 大把大把的开天丹服下 杨开沉浸在那时空之力中 不能自拔 如今整个虚空地修行物资 都处于严格的管制中 分配权全权交给了便宇晴 极大程度地 朝准备晋升开天的舞者们身上惊喜 力宝在大战来临之时 虚空地能有更多的开天镜 即将到来的大战中 唯有开天镜才有参与的资格 抵尊镜上去了 食死无生 这就导致现有的开天镜们 修行起来只能使用开天丹 连阳开这个虚空地支柱也不例外 炼化开天丹是开天镜 数种修行方式效率最低的一种 也是最稳健的一种 基本上所有的开天镜 都无法避免在修行生涯中 炼化大量的开天丹 二总管府忙碌了大半个月的便宇清 匆匆赶回 作为整个虚空地的管家 便宇清平日里便忙得脚步沾地 如今外游内患之下 情况更加严重了 为虚空地 他的付出是无比巨大的 比起任何一个人都要辛苦 连自己的修行时间都无法保证 导致如今他的修为 一直没有多大进展 连道印都还没有凝练出来 不过他甘之如疑 若非杨开当日提醒 他或许早就死了 一辈子只能停留在道元境的层次上 哪能看得到帝尊境的风景 更不要说如今大全在握的 二管家的身份 在征选了杨开的意见之后 从底下的弟子门中 选拔了数人上来 大力培养 分担自己的压力 只不过时间尚短 那几个弟子还不堪大用 每当这时 他总是不可避免地想起一个 叫寇武的名字 十个多年 母样几乎记不清了 但他无法忘记的是 在自己危难之时 这个弟子舍身相救的情景 若是寇武还活着 那该多好 定能成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 才刚坐下休息 不到半盏茶功夫 便有弟子急踪踪地冲了进来 却是他准备培养 做副手的其中一位 什么事 纵然劳累 便已经还是打起了精神问道 如今虚公帝局势紧张 忧不得他有半点松懈 那弟子神色慌张道 宗主请公那边有些异常 便与情顾不得疲惫 获得起身 什么异常 事关杨开 他一颗心陡然提到了嗓子眼 如今的杨开可是整个虚公帝的顶梁柱 他若是出现什么意外 虚公帝的根基就真的没了 那弟子摇头道 说不清楚 我方才路过那边的时候 悠悠望见他 二从管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便与情没有半点迟疑 闪身而出 化作一道流光 急速朝杨开寝宫 所在的方向冲去 没到近前 便与情便摇摇地看到 那弟子所谓的异常 入目所见 以杨开寝宫为中心 方圆数十里的虚公 混乱不堪 那虚公就仿佛一面镜子被打碎 然后又被小孩子 重新胡乱拼凑起来 光线折叠交错 那里的一切都变得扭曲无比 隐隐有极为奇妙的气息 从那边流淌过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无恋巅峰》 第3761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莫莫 演播人 俱武巴雅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